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位于吉隆坡大使花园的住宅 从星期三晚上开始一直是媒体驻守的地方 为什么呢?因为5G安曼商业罪案调查组派遣了将近60名警员来到这里搜查证据 经过了一整个晚上的搜查之后呢 警员是从这里带走了好几箱包括手提袋和衣物的证据离开 那纳吉的代表律师在刚才的下午时分就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说虽然警方的搜查已经延续了18个小时 也带走了不少东西 但是警员还是不愿意撤退 这让纳吉是不胜滋扰 他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5G安曼商业罪案调查人员以轮班方式 连夜在前首相纳吉的住家搜证 纳吉显然一夜都没有好眠 早上11点半 有纳吉支持者要前往纳吉住家慰问 但是驻守在现场的警员不放行 让支持者气得破口大骂 星期三晚上就驶进纳吉住家前 俗称Black Maria的警方罗里 在纳吉住家停泊超过18个小时 下午4点45分 在一辆警车和几辆警方大型摩托开路下 载着一堆箱子离开现场 箱子内相信装着从纳吉家里取走的物品 马上引起一阵骚动 傍晚6点10分左右 纳吉代表律师拿督哈帕辛 现身会见媒体 同时发表纳吉的简短声明 纳吉对于警方在其住家 搜证20个小时的做法 非常不高兴 会否判断任何决定 这种判断的状态 我们发表了一声 我们不高兴 因为我们, Dr.Siri和家庭 我刚才来到昨晚 我们认为共产 我们共产业直到5am 我们共产业直到5am 记得吗? 但他们留下来到5am 宣告我们要离开 现在他们仍然存在 仍然存在 这就是仍然存在 准备保障 哈帕辛表明 警方长时间的搜证 让他的当事人非常疲惫 他怎么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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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累 很生气 自然的感到 你所见的 18天 他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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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是休息 你怎么在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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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没有 没有 同样的事情 没有发生的事情 19时钟 当时不睡吗 有两、三个小时休息 接下来回来 有可能会有什么事吗 没有人知道 没有什么事 有什么想法吗 他们已经结束了一部分 但他们不可以开门这二十岁的房子 他们不可以开门这四十岁的房子 但请记得他二十岁的房子 长期之前他变成了一个房子 什么是在房子里的房子里的房子 天下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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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最后一段时间是二十岁的房子里的房子 没有什么在房子里的房子里的房子里的房子 这整个房子里的房子似乎是一个房子的房子 没有什么房子的房子 没有什么想法 十岁的房子里 每天都不留情 炮新闻 陈毅杰报道